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來看一下重點 今天開高馬這個原因很多 因為本來上禮拜五就不是一個正常的下跌 那是一個尾盤 當然我們都講過了 MCIA就台積電 今天正常就是把台電跳回來 以前的經驗都是這樣子 台電很簡單 昨天下午尾盤怎麼殺 今天就怎麼開回去 然後順道也過了前面的高點 但沒有收上去 當然這個地方還加上AI 跟黃昇星先生的效應 然後把整個大盤給帶上來 但如果說要純粹講漲AI也不公平 因為事實上今天更強的是在所謂的營建 那還有包括今天我們看到尾盤的陽明 在放出來 我們看到出關以後的隔天 當天開高走低 把脈要消化了以後 今天直接帶上來 所以它這個平台是守住的 那最低點剛好是在那個位置 然後我們看到今天的萬海 也是一樣 最低點在那個位置 等於把它消化掉了以後 那所以市場上也對所謂 放出來出關的那個位置 越來越期待 到目前為止 現在看起來所有出關的股票 大概消化一天的賣壓 基本上都在上去 到目前看起來好像還沒有出關以後 真的賊的嘛 好像沒有嘛 幾乎沒有了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市場上 買盤的力道是很強 所以我覺得這個行情就沒有什麼好說的 就是繼續回到上漲格局 那今年的高點我認為還沒有出來 其實還差得遠 就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今天要開始講 怎麼樣去賺到錢 我覺得大家對行情應該沒有疑慮了 有沒有人不知道 今年要漲那個散熱家機器人的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人不知道 營建股很強的 有沒有人不知道 航運股很強的 應該沒有啦 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也知道航運股有轉機 就是在我們看到運價就有上來 然後最低的低點也出現了 再加上就是說 長榮 他三年前的套牢賣押 陸陸續續在解套當中 等於是說航運回來了 假設你都沒有賣長榮的話 如果你有跟著他撿資 有跟著他配息 其實 當時150的 120的 130的 170的 慢慢都快解套回來了 然後 再加上就是說 銀建股我們當然講過很多啦 我們講到大都跟時代 還有就是921大地震 跟這次花蓮大地震 它歷史性上驚人的巧合 等等之類 我們都已經講過了 所以 這些我想大都已經認同了 然後也認同 這個指數在創高 也認同美國要降息 好 那麼 照理來講 這麼多東西都已經確定了 應該是很容易賺錢才對 可是 為什麼還是會聽到有這麼多沒有賺到錢的聲音呢 我覺得這是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因為漲的股票 你一定可以找得出漲的股票的原因跟解釋 跌的股票 你也100%可以找得到下跌的原因 可是到後來你會發現 那沒有用 我舉例來講 這是3443的創意 創意在低檔區的時候 當時在1200快要去測1000塊的時候 很多人都看壞IP 非常的多 對不對 那大家也會講說 大廠自己有自己的ASIC 對不對 然後 所以未來來講 會壓縮到這些廠商自己的獲利 或者是說有一些股票 縮著縮著就上來了 然後經歷科 從當時連續一根兩根三根四根五根跌停的經歷科 把這五根跌停全部都給吃回來 對不對 當時為了這五根跌停砍在低檔的 不是就跟當年砍在低檔的四星是一樣的嗎 那 如今回頭來看 當時在低檔的時候難道沒有利空嗎 當然有啊 利空可多了一大堆 但是你會發現到解釋都沒有用 因為事後當行情上來以後 你又要用另外一個解釋去看多它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講一件事 當大盤指數創高的時候 你到底是賺到指數還是賺到價差嗎 就是 講一個重點 今天的這個指數上來 有的人是湊熱鬧 聽解釋嘛 為什麼上漲 因為A 因為黃仁勳 聽解釋 那另外一種就是看門道 看這個盤是看湊熱鬧是看門道 所謂的看門道就是評估自己 能不能在這裡做成功的交易 對不對 如果你要去評估自己做是否做一個成功的交易 那問題就來了 比方說今天開這麼高 那我們來看熱鬧 你說直接開高開漲停的股票 你買不到 那你湊熱鬧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或者是說直接漲上來的股票 你禮拜五賣掉了 沒有用啊 那實際上如果你要讓自己禮拜五沒有賣掉 你要去評估怎麼有辦法讓自己禮拜五不賣掉 對不對 你是要奧單嗎 還是你要高檔出一趟禮拜五才進場 你要去評估啊 對不對 才能夠看到這個行情能不能賺到錢 那第一個台積電它指紋的 就像我說的 這個行情真的不會做就買台積電吧 它就是最標準的AI的終點 然後呢 今天的重點就是在於独更的行情上來了 銀劍並沒有因為這樣子跟不上行情 反而是創新高的股票非常多 不管是都更的題材 或者是說跌升反彈的股票都一樣 那當然最重要是在於貴買 因為上市的部分雖然還沒有補缺口 不過OTC已經在這邊告訴你說我指紋了 所以接下來六月份行情就是很多中小型的股票 有機會賺到一波 然後我們就繼續看 不過在這個情況之下 到底是真的興高采烈還是強言歡笑 我們就來看一下行情的重點 比方說我們講廣運來講好了 廣運要怎麼樣把這兩根挺住 對不對 這就是我講的 什麼叫湊熱鬧 湊熱鬧的意思是什麼 哇廣運你看 那個黃文勳在演講的時候 哇大家發現說原來廣運的佈局這麼深 等等之類的 然後講一大堆 結果呢 禮拜五的時候其實成交沒有幾張 因為三分鐘就鎖上了 你禮拜五沒有買到的話 今天這個漲停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誰在這邊挺住這兩根下跌呢 我的做法很簡單 我覺得底部進場就對了 因為我一直都跟各位來分享一個概念 能夠挺住廣運這兩根拉回的人 只有一種人 就是你買在低檔的人 這就是我要講的重點 所以說今天的行情到底是 興高采烈還是強言歡笑 很簡單 上個禮拜四跟禮拜五 股票殺下來的時候 對的股票你挺住 今天你就真的是興高采烈 今天你可以大可就是跟全世界講說 你看吧 雖千萬人無亡矣 上個禮拜五我挺住了 那你為什麼挺住呢 挺住的道理很簡單 因為你買在起漲點 答案就是有個額 對不對 要不然我問你 假設你買在這一根 或是你買在這一根 哪怕你一百億買進去 創了一個新高覺得自己好厲害 結果你出掉了對不對 你在這邊如果翻黑出掉 或這一根禮拜四你出掉 那是恨死了 蔡老師這不是日落嗎 日落不是要出嗎 我是這樣教你的嗎 真的是嗎 你確定 我是這樣教你的嗎 這一條本身不是加速線 日級別日落為什麼是賣出點 你根本不是 如果你的日級別 你的日落形成一個週級別日落 它才是一個賣出點 它是嗎 不是啊 它反而是一個行進間的買進點 姑且不論你週四敢不敢買 但是呢 只要你在週三週四沒有出掉 今天整個波段都是你的 對吧 沒錯吧 所以今天有沒有人在搶眼幻笑 有 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其實呢 今天大家都在那邊 慶賀 道賀 祝賀 每個人 你看那個電視打開 哇 每個人說你看吧 我告訴你要創新高 我告訴你說要買 我告訴你說 我早就告訴你 哪一檔股票 你看果然漲停 看在很多的觀眾的眼中 其實就強言歡笑 要嘛就是周四周五賣掉了 對不對 再不然就是呢 我今天要買的股票 一開盤就是八趴 買不到對不對 等你買到了 剛好中獎 沒錯吧 買完就當場先欺負你 六個百分點 讓你追在今天的高點 對吧 蠻多的啊 這個不是嗎 很多人去追在這裡啊 先欺負你六個百分點嘛 叫強言歡笑 今天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 在強言歡笑 對不對 你你算你很厲害的是像那一種 比方說你今天才去追圓缸 對不對 算你有本事嘛 你開盤追漲停追在七趴 追在十趴 打開沒有嚇到你拉回去 你也是原價位而已啊 你說打開你去接他 今天到收盤為止你賺一趴 你就期待他明天開高啊 強言歡笑 那都不是真正賺到錢 那我就今天要來跟大家講賺錢的關鍵 兄弟姐妹們 我今天是把各位當成我的好朋友 我講真心話 你想不想賺大錢 真的賺錢哦 不是開玩笑的哦 真的賺錢哦 真的把你口袋的三百萬翻到六百萬 真的賺錢 那你仔細聽好 我跟你講的 首先哦 一檔股票在行徑之間 他不可能不震盪的 他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一定會震盪 包含誰在內 包含接下來的羅生在內 他一定會有一個震盪的 所以呢 你要能夠抓到這種大賺的股票 你就必須要評估 你買進去以後 有一天你會甩他兩根停板 你要怎麼挺住 那你要一開始就跟上我 然後呢 跟著我抱著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剛剛講 我一開始錢沒這麼多 我去養一檔股票 什麼叫養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 他以後會變成 中價位的股票 現在還在低價位 現在才大概六七十 以後有可能三四百 那我可以花一到兩個月的時間 把它抱著養起來 像得率一樣 抱著 抱著 對不對 抱著 抱著他越攀越高 越攀越高 對不對 然後同時間 你要有一個短線 那我現在來繼續講 比方說這檔股票 在第一時間 最佳進場點 你說這一根不是最佳進場點嗎 買不到 這裡買不到 講實在買不到 打回來的時候 這裡買得到 這檔股票就是起養 沒錯吧 那我問你 你要怎麼去忍住 禮拜三這一根 開低打到跌停板附近 忍住呢 你要怎麼忍住 你怎麼忍住 這個問題我就問你 跟剛才的廣運一樣 答案很簡單 擺在這裡 然後拉一條上升趨勢線 像這樣子 那你今天就是興高采烈 絕對不是強言喚笑 好 那再繼續第二個 可是我已經錯過了這一段怎麼辦 如果時光能夠倒流一次 全世界的老師我節目都不看 我就只看這個蔡振華 對 其他的節目沒有用啊 看的有什麼好看 就看這個 這個買點有沒有 光這個買點就夠我賺五百萬 好 如果你已經有這種認知 但是你在感嘆 什麼呢 時光已經無法倒流了啊 天偏我蔡振華 為什麼能夠在市場上有名 就在於我一檔接一檔 不斷的給你新的股票 對不對 你錯過了奇洋還是有鷹管 一樣咬在低檔 所以說 現在來注意喔 聽到這裡你會發現一件事 重點在於股票要在起漲點進場 到目前為止沒錯啊 要不然你漲上來 你跟我解那盤 我也會被洗掉啊 所以軍心是不是新的 新的啊 沒錯吧 叫做什麼 四個字 後來居上 後來居上嗎 你前面沒有買到鎖的門啊 你也沒有買到羅生啊 你也沒有買到起洋 五月底來找我 來不來得及 來得及啊 我帶你買六月幣買股 看到沒有 這是不是上去上根 那就不是 想演奔笑啦 再來紅一股 那我們就講一個很簡單的 禮拜五這一天開高 打到快要跌停 負七趴 我問你誰停得住 簡單嗎 埋在這裡的人停得住啊 同樣的道理啊 沒有什麼挺不住的啊 因為你成本是在五十塊啊 什麼挺不住 對不對 你這條把它當成加速線的話 那很簡單日落再說吧 我問你現在主生段來了啊 大家想要看你五月六月 甚至於第三季的單月營收嗎 他那個AI算力的服務快要開始了啊 當時新聞稿出來是說下半年開始吧 他買了那麼多伺服器總要住人家吧 每個人都想知道你租出去到底賺多少吧 最好是沒有知道數字之前 我就一路給你耗啊對不對 看到數字之後 有個時候反而變成利落出境 那你很好要一漲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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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嗎 又漲停 還是回答這句話嘛 誰挺住了 誰能挺得住 買三百張挺得住嗎 挺得住啊 那你成本在這裡嘛 對不對 因為這個邏輯很簡單啊 假設說我們講一個 好 今天你說你要去買 那我也沒有意見 但你買得到嗎 你開盤直接開八趴 你敢追嗎 如果不敢追就是強言歡笑了嘛 那你說八趴誰敢追啊 你不用追啊 你就買新的就好了啊 這不就圓鋼 對不對 這上禮拜我要講的時候 我記得我在早上連線的節目 我好像是講在這邊啊 還講這個 哪一根我忘記了 好像還有那個 市場上還有一些人頗有為辭 講什麼文言圓鋼對不對 我在講機器人的時候 你今天掌聽你就看我講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你這裡要我開高去追 我也沒意思 我也沒有那個興趣啊 但講實在的喔 你穿越境線我就是會買啦 我就是會買啦 對不對 從這裡拉回來 剛才我跟你講的那個IP 到底一樣嗎 因為你在底部剛轉牆的時候 市場上面的風聲跟所謂的話語 跟市場風向以及所謂的新聞面 還有所有的消息面 是不利於它的 當你剛從底部轉牆的時候 所有的新聞都偏向什麼 利空解讀 要不然你怎麼在底部 偏偏的就是買點 所以今天我要跟所有的 聽觀眾們講一件事 我們今天有一個活動 對不對 這個一長一短 事實上是我們在這次研究出來以後 最適合一般人的做法 我們先前跟各位講過 一個禮拜做好一檔最強的股票 假設你第一支 很簡單 哇那你說你這個 前面的股票都沒有做到 你可以做均心 前面的股票 包括這個所謂沒有做到 你可以做齊羊 對不對 你可以做 你做新的 每個禮拜都給你新的 你看有圓鋼有沒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像包括羅生 你說挺住 我真心講 如果你是追在這一根 這開盤震一下 說不定會賣掉 說實在是這樣 但如果你在底部就進場 不會有這個問題 通通都是一樣的道理 對不對 這都是一樣的道理 像這檔股票 那我們這個5月27號 這個上禮拜一 其實很多朋友在這邊 也看到這檔股票 那你今天回頭來看 說真的你有沒有感謝我 對吧 我跟你講 我們在5月21號下午 跟所有人分享以後 他這一根就是 帶一根中長紅的量 這個問題是隔天 他是開高的 你看他這個價格 再也沒有回來過 所有看到這個節目的人 去下去 不管你怎麼參與的 到目前為止 全部賺錢 原因在哪裡 我掌握剛起漲 我提前布局6月的并買股 這不是典範嗎 這禮拜五的節目 我們禮拜五剛買到這個轉折的第一根 有沒有機器人觸覺概念 有沒有 今天跳空 跳空 然後我跟各位講 這檔股票 六月的機器人 對不對 看到沒有 有沒有找到他的官網 有沒有找到他的官網 他官網在這裡 你不用找了 他今天直接鎖了 上禮拜四禮拜五還來得及 今天就沒了 這就是要來跟大家講 現在又有新的股票 提前布局6月并買股 今天是正式的進入6月的 那我們提前布局的股票 當然今天又已經上去了 我現在 關於機器人和散熱也沒有太多好講 大家都已經認同了 接下來 你所要面對的是 怎麼去賺到錢這件事情 我有我提出的辦法 我提出的辦法就是 我們幫各位去找那個剛上來的 對不對 像這剛上來 我給各位看官網 你自己去查 然後像這個是剛上來 對不對 這機器人觸覺 像這個 這都是上個禮拜 我們剛各位找的剛上來的 剛上來的 剛上來 剛上來 就像當時剛上來的羅生一樣 剛上來 像這種都剛上來 今天都漲停了 好 那6月份的行情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他6月有幾天放假 濃縮的行情 所有會漲的股票 塞在更少的交易日裡面 就看到股票天天漲 今天我們會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有任何的 我歡迎你們看那個Line 這邊有一個Line 掃進來有沒有 你把掃進來以後 我內容有寫 今天有一個 把各位當成家人的活動 老朋友 你們都可以享有我們的 所帶來的一個特別方案 那現在就是一個重點 來提前一個佈局6月的幣買股 那麼這個方案 可以幫助各位 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我覺得重點不是輕不輕鬆 重點是你要跟你們學長 一起買下一檔 不要落對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微下回來 今天我停你一次 這是6月份第一天 因為要賺錢 真的一定就要趁現在 行情正好又是剛轉強 然後洗完一次 七百點來拉回 籌碼很乾淨 盤面又開始跟你漲 低檔剛起漲的股票 不在這個時候把握 你要在什麼時候把握 對不對 這個局勢很明顯 就連AI機器人 漲得這麼強 他都沒有辦法去擠壓到什麼 營建股他們這邊的資金 可見得這個市場上的 多頭的一個行情 它是分好幾個線頭 再往上走 一定會有剛剛起漲的股票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訓聯 這個禮拜不是有 再生三法的三讀 股票已經先攻了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提到的陽明 換手已經成功了 再來就看什麼時候去挑戰前高 那廣達他們這些股票 稍微做一下指紋 記憲還是有效的 廣民太晚進場就沒肉了 當然底部進場賺最多了 那我們看一下盟利 也一樣 因為你高檔才追當然就震盪 你要忍受那個震盪 但是行情是沒有轉弱 所以行進間最好是找得到黑棒去洗 洗完以後再去做買進 合春這種就是越洗越高 有沒有 你看它是不是越洗越高 好那我們來看到像這個就是 這是動力是不是 對動力 當時的動力 今天再創新高 買在低檔準沒錯了 股票就是要買低檔 震發我們看到在前高的附近 瀕臨的一個震盪上影線 但是你看低檔也是越收越高 所以有的時候看起來 你會覺得追很難賺 但是買在低檔沒有這個問題 得率就是這樣子 你要誰來挺住這一根 有沒有 這一根很長 打到幾乎快跌停 實際上你買在這邊哪有這個問題 你就抱著就好了 把它慢慢養大 那麼六月也有可以從低檔 養大的股票 那我們先看一下領陽集團 慢慢漲大了 領華慢慢有在這邊做一個漲大現象 性景如同我們上次所說的 那低軌加折跌 其實在這裡也開始做了一個回升 越來越多的股票剛要上來 現在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提前佈局六月幣買股 今天只是第一天而已 行情就開始做一個上工 我們已經證明了 今天開始上工的股票 很多都是六月才剛開始起漲 我們上禮月才剛買的 但是你不提前買 它開8%你買不下手 對不對 所以明天來跟我布局 全新的低檔期漲股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散熱加上機器人 已經是大家的共識了 今天的機器人 已經漲到四桿還有五桿了 明天帶你做進場 今天給大家一個最大的機會 給大家同享 跟我們家族朋友 一樣的一個優惠 好好把握這個活動 把握今天明天帶你做進場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付付當值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顯現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全新的地獄 全新的地獄